8月22号 圣母冤后节 教会在圣母升天节后的第八天 来庆祝圣母冤后节 为了让我们重视这位天上的母后 她已经荣耀地登入了天国 她的圣天便预示着圣母逾越节的完成 逾越我们知道已经越过 她已经越过了死亡的舒服 已经跟她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天国当中永远地相受天国的福乐 所以请主圣母冤后节 是为了吸引所有天主的儿女 对我们这位天上的母方 一方面是呼求她来救助我们 另一方面呢 也应该让她为我们的天堂 专求她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有一部分人呢 对圣母冤后节 或者是想趋敌一个这样的节日 甚至基督教的弟兄们呢 还认为我们敬礼圣母 是一种密心的 崇拜欧乡的 崇拜欧乡的现象 其实 他们真的并没有了解 圣母冤后节的真意 君王跟远后 他们之间彼此密切的关系 并不是说我们把圣母 凌驾在君王纸上 而是在我们中国的 这古老的串通当中 已经看到 你比如说是 我们看那些电视 电视剧的时候 有皇帝 皇帝可以说是 国家当中 最重要的 可是 最高的 最大的 最重要的皇帝 他也是有母亲的 他的母亲呢 被称为是皇后 而皇后 他的存在 以及 他的印象力 我们知道 有一些朝臣 他们自己 为了走解境 他们都会走 母后这一条路 想让 皇帝的母亲 来为自己说情 或者是达到自己的目的 同样 这样的方式 方法 运用在我们自己 信仰的奥基当中 也让我们从这 母后的 称呼当中 体现到 我们自己 也愿意 在救灵魂 这一方面 找到我们自己 最容易 最解禁的一个途径 在今天的 伊萨伊亚先知 真实的 为我们预言了 伊萨伊亚先知 所预言的 就是耶稣 基督的将士 伊萨基督的 来临 就是要是 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 看到了一道 耗光 一道耗光 很鲜然的是刺眼的 或者是说 必然会吸引 我们自己烟囚的 因为在黑暗之中 突然有了光亮 那么 他的印象里 是什么样的呢 住在死亡印影之地的人们 现在有光辉 射在他们身上 那么 死亡印影 这就是冤罪 所舒服的 亚当的侯代 因为天们 因为我们的远足 所封闭 天主和牌牵 天使 站在伊甸乐园的门口 用利剑把守着 面得我们的远足父母 进入乐园 又持了 生命树上的锅石 变得畅生补辞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 不管圣经圣传 向我们所传递的 这些信息 我们知道 如果人 犯了罪恶 在罪恶当中 有痛苦 有死亡 死亡是痛苦的结束 如果没有死亡 人将是 生在世界上 就是如同 生在地狱当中一样 你像一个年轻人 要服侍多少的老年人呢 恐怕一个年轻人 所有的都是老年人 撑前赏外的老年人 因为他们都不私呀 老了以后 都失去了劳动力 让一个人去负担 假如这些老人呢 他们仍然受冤罪的惩罚 受着病苦的折磨 你即便是爱你自己的老人 你也不能替他痛苦 所以死亡 是痛苦的结束 是给我们生命 划上了一个暂时的记号 然而 以撒尔亚先知已经告诉了我们 我们不愿意认识之间 有死亡的阴影笼罩 所以我们渴望着生命 渴望着我们能够分食那生命之果 真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 有多少的皇帝 他们想寻求畅生不老 他们想寻求生命之果 所以以撒尔亚先知为我们所预言的 就是那真正的生命之果 要赖到这个世界上 反分食耶稣的肉 分饮耶稣血的人 别能够获得佣生 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这个佣生呢 不是说我们不减死亡 因为保禄宗徒在书信当中告诉我们 死亡这是生命的改变 而非生命的终结 所以我们现在在信仰之内 结束了这生命之果 分食了这生命之肉 并且聆听了生命的言语 要想让生命的言语 时常地滋润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独一个圣 独一个圣善的生活 所以以撒尔亚先知 所给我们带来的是几大的希望 他给予犹太人的安慰 在耶稣基督身上应焉了 我们看到下去以后我们可以 细细地去拼位 拼位哪要降生的那一位 有一个婴儿要为我们诞生的 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 他肩上背负着汪犬 他的命子要被称为 生气的谋士 强有力的天主 这是我们在圣诞节 所称的那些圣用当中 所称出来的 所以在这天主植母节 也在这圣母元后节 我们去追忆着 深圣的奥集 就是让我们看到 玛利亚的愚悦集 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愚悦集 什么时候完成呢 玛利亚奔向了他的圣子 耶稣基督的苦难 也犯下了他自己的死亡 我们或许说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而圣母的死呢 我们看到那是一种 比肉身的痛苦 还要痛苦的那种 心灵的煎熬 所以 有一把利刃 刺透了他的泪袍 这是喜摩昂所意言的 所以 唱腔刺透的是 耶稣的泪袍 而那利刑呢 所刺透的是 那颗母亲的血 所以 我们看到 既然 玛利亚 帮助耶稣 完成了九十折 完成了九十工程 给予耶稣 一个肉体 那么我们 在 圣母 得许刀纹当中 称圣母为 节约之贵 如果我们 细细地 搭开 得许刀纹 我们就会看到 那里边呢 有十二次的 称 圣母冤后 玫瑰之后 称这些呢 有十二次的称呼 这都体现出 一个完美的 赞美 让我们在今天的 奥基当中 所看到的 也通过 玛利亚的 报喜 向 玛利亚的 领报 所接受的 祝福 玛利亚称呼 万福 满被 恩宠者 我们看到 这样的万福 充满恩宠者 上主 与你同在 你在女人中 是受赞颂的 我们每天都在 颂念着 天使 赞美圣母的歌曲 就如同我们 陪伴着天使 跟天使 一同地 去赞颂 我们天上的母后 用这样的 祈祷 祈祷 以赞美 来集齐 我们自己的 信心 既然 圣母 帮助 耶稣 展胜了 死亡 展胜了 罪恶 我们这些 身为 天主儿女的 在圣母的 带领之下 仍然的能够 展胜这个世界 展胜罪恶 所以 天使 既然向他 述说了 不要害怕 因为 玛利亚说了 我还没有 结婚 我不认识那人 这样的事情 怎么能够 成就呢 圣传当中 告诉我们说 玛利亚跟 罗斯 订婚的时候 互相虚诺 都要 通审 那是圣传当中的 而圣 路加福音当中 为我们说说的 玛利亚在回答 我不认识 那人 这个那人 很鲜热的 已经订婚了 为什么要用 一个认识呢 这个认识 给我们 在 认识是一个 普通的认识 还是一个 更 形象的认识呢 我们看到 旧约当中 亚当认识了 恶瓦 有了他们的 孩子 所以 这个认识呢 不光是 理论的认识 知识的认识 而现在 玛利亚在 回答天使的时候 我不认识那人 就预示着 自己 虽然 与 若瑟定婚了 也不会跟他 有 批复 这方面的 解除 所以 圣传当中 也好 很多 圣经学家 讲解的时候 也是在 分析 认识 这两个字 而天使 回答 玛利亚的 玛利亚的 问候当中呢 也清晰的 说明了 因为圣神 要降临在你身上 直高的能力 要辟引你 那么很鲜然的是 直高者的能力 要辟引着 圣母 因此呢 要诞生的圣者 将成为天主的儿子 在这里 因汉处 天主圣三的 充满了 一个 纳萨类 普通的女孩子 被天主圣三的生命 万串的充盈了 万串的充满了 所以 教会 诸多的奥迪 都是从 这些当中 奋劫出来的 他被称为是 天主之母 因为那要 敬圣的那一位 因为那要 降圣的那一位 将成为 天主的儿子 既然是 天主的儿子 那么他就是 天主之母 所以 因着这 天主之母的推论 诸多的 圣母的那种 特殊的属性 都隐私而 摆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 接着这奥极 去相信 我们并不是在 敬拜着欧相 我们更是 接着这种 血跃的 亲亲关系 投身在 圣母 冤后的 祖下 祈求着 圣母冤后 来 有助我们 所以 希望我们 每个基督徒 今天参加我们 天上 母后的 荣耀的时刻 我们 祈求我们 天上的母后 为我们 中国的教会 祈祷 为我们 中国的 每个信徒的 信仰 祈祷 有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 忠实地 信守自己 信仰的春正 更为我们的 提防教会 祈祷 为我们岁月教区 祈祷 为我们岁月教区的 每个圣父 祈祷 使我们这些 领路人 不至于 把这些信徒 领着 走得 密实了方向 找不到 真正的 神母嫉妒了 所以让我们 每个基督徒 把所有的 以下 都 奉献给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